终于扎到奥特曼了 我要让他成为我们的人 变 我把他变成模具 然后再倒上我特制的颜色 哈哈 当他出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僵尸的人了 好了 再把他放到神奇的水里 轻轻晃动几下 脱模成功 只要在半个小时 没有人给他送红星和关注 他就永远是我们的人了 哈哈哈哈 休息去咯 这个僵尸太坏了 我要救奥特曼哥哥 小朋友们 你们也帮忙我吧 王子真的是太幸运了 后面的三位公主都喜欢他 那么我决定让他们三个画画 待会儿不管他们三个画得怎么样 你们都不要给八号公主投票 因为这样八号公主就可以嫁给我了 现在他们已经画好了 快来给他们投票吧 等一下 我喜欢的可是八号公主呀 八号公主也喜欢我 我不能让她嫁给僵尸 希望你们投八号 对了 一定要点击关注哦 僵尸故意不告诉你们 如果不点关注 她是收不到票的 拜托了 嘿嘿 今天我抓住了拉斐尔 一会儿我就要把他吃掉 哈哈哈哈 好久没有吃肉了 怪兽 你给我助手 放了拉斐尔 哦 这不是莱奥纳多吗 怎么 你也来送死了吗 哈哈 今天我可以吃好多的肉了 哼 我一定要打败你救出拉斐尔 嘿嘿 就凭你 也想打败我 哼 我一个人是打不过你 但是小朋友们会帮我的 小朋友们 你们愿意帮助我吗 只要你们在评论区里面发拳头 然后点亮红星和关注 这样我们就可以 孩子们 你们的妈妈被怪兽抓走了 有危险 我这就去救她 你们千万不要出门啊 哥哥 我好担心爸爸妈妈呀 哎呀 我们什么时候能长大去打怪兽呀 哈哈 这奥特曼也不长样嘛 终于被我们抓了 走 以后再也没有人对付我们怪兽了 爸爸那是我们的爸爸 这个怎么办呀 我听说有万能的小红星 只要吃了就能快速长大 可是我们哪有呀 善良的小朋友们 能不能送给我们三颗爱心 让我们快点长大 好去救爸爸妈妈 听说最近白雪在找哥哥 他的哥哥是个英雄 哈哈 我要变成他的哥哥 然后偷偷的把他带到僵尸中国 看我变身无了无了便 看还是挺受爱的吧 白雪 我是你的哥哥呀 我行侠仗义 最不喜欢欺负人的那种人了 真的吗 你就是我善良又勇敢的哥哥吗 别听他呢 别听他呢 我才是你的哥哥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行侠仗义 而且特别的善良 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们再点关注送红星 可不能再送红星加关注了 这样我就会变回去了 不许送红星和关注哦 所以白雪 我才是你的亲哥哥呀 银铁侠一向谦虚 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肯定不是真 白雪可不能上他的当 我才是你的亲哥哥 我要保护你 不会让你受伤害 哎呀 我也不知道谁是我的亲哥哥了 是他呢 还是他呢 哎呀 好仇人呢 要不然小朋友们帮帮我吧 而且他们都说自己是英雄 嗯 英雄就应该给他们一个关注 和大大的红星是不是呀 来表扬他们呢 不许送 那样我会献出约型的 可不能